可能没有时常接受真理 所以听到以后 内心会很震撼 啊 怎么会这样 我们一念万年 万年一念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 各位来看 我们的不生不昧佛性本体 它没有念 它离开念头 只要我们在修持的构成 要离念就很容易 佛性本体没有念 它是离开念的 那我们之一个念 就是所有念都不起 所有念都不起 之一念既备了万万年 万年前万年后都是之一念 都是之一念 我们起心动念就已经离开之一念了 就已经不是了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当你这个听了以后 你再反顾看反顾看 又会反顾听了 听到你 哦 原来是这样 懂了 不然只要我们现场一讲 就过去了 对吗 过去的印象不清 你如果在听得很熟悉的时候 你就会走入那种真理的世界 你走入真理世界以后 我们万年一念 一念万年 所以各位把它记得 一念万年 万年一念 万年就在我们一念之中 这样听懂意思吗 懂不懂 万万年就在一念之中 我们都住向 所以走入身体 身体有生有死啊 对不对 所以哦 那个一念万年 万年一念 就体会不出来 一定要走入不生不昧的 我们那个真心佛性 才能够体会说 一念万年 万年一念 那我们已经在这一个状态之下 我们这个身体的现象 身体的消失 就已经不关我们当下之一念 这样了解意思吗 反乎看 反乎听